我们先到这里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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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再来学习法剧经里面的故事 所对我们启示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第一品就是双品里面的对于我们人所造的恶业 也就是不好的这一些的行为 它所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也是会有恶 所以在记音记就是法剧经它先有一个记送 然后就有一个故事来做一个实质的一个显示 所以在这个经济里面就提到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今生悲伤来世也悲伤 照做恶业的人今世与来世都悲伤 他们悲伤苦恼的觉察到曾经做过的恶业 也就是我们如果这一世迷迷糊糊的所造的不好的恶业 那我们呢来世也就是下一生呢 也是一样会有这种悲伤的这种苦补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以一位当时释迦牟尼佛的一位屠夫 就是杀猪的人 他的故事来作为对照 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的这个行为 如果是不好的是会造成这个悲伤的事情 而我们这世的悲伤呢 而我们的来世也不是悲伤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身心细细受苦的这个屠夫啊 就是说台独的人 那这个故事呢就提到的是说在 在释迦牟尼佛他说法常常在竹林经社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在竹林经社附近 那有一个村子里 这个村子里面的住一个就是台独的人 这个台独的人呢 他主要的这个悲伤呢 就是说他这个手团很沉恶的 他就是身性也非常的残酷 他的名叫做纯陀 这个纯陀这个台独的屠夫 主要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这个要台独尽情 就杀一只猪之前啊 他就先把这只猪啊 就加以凌略 就把他去乎啦 还是不说啊 这个手法就利落啊 就让这个猪呢就特别的痛苦啊 就是好像也要让这个猪就是痛苦而为乐 他好像很欢喜啊 所以而且他呢 从事这个杀猪的事业 就是很多年啊 他就是依这个台独的事业 做了一久啊 而且呢 他不但以杀猪为业 他从来也不能做到任何的这个公德的事业 也就是他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善行啊 那么到了他临死的时候呢 他就是还有几天啊 还没有死之前啊 那他自己本身呢 就非常的痛苦 那就是在这个病床上面啊 他就一直挣扎 就爬来爬去 而且呢 他的这个口里就发出 这种好像这个猪要被杀死之前呢 的这种惨叫 就很尖的这种尖叫的声音啊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可以说受到这种煎熬 就是好像这种猪要被杀之前 还有被杀的时候 这种痛苦 就满地打滚了 所以他当时呢 就是极度的痛苦 他那样 好像刚才那样一直挣一直挣 挣得非常的惊惨 所以差不多金家 这个记载里面说 他差不多金家一周 就是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这么痛苦啊 那么经过这一些的折磨以后啊 那才就是往生了 就是去世了 那而且呢 他就堕落到这个地狱道 因为他的这种 这种残酷的心性啊 那当时呢 就有一些比丘啊 因为在竹林经社 那是释迦摩尼佛 跟弟子们修行的地方嘛 所以他在附近的村子 那这些出家人 也会常常去经行啊 所以他就会 他们也会听到 就听到这个存佛呢 他快要死之前啊 这些惨叫的声音 那当时呢 佛陀的弟子啊 就以为说 这个声音呢 是存佛啊 又在宰杀很多的这一些猪啦 因为他每一次要杀猪的时候呢 就是让这些猪 那就是又欺负又虐待 所以这些猪呢 就正好就是跟他去世之前 他自己本身所发出来的 这一些的这种 惨叫的声音啊 一模一样 所以这些出家人都以为说 这个存佛快要去世之前的 这个惨叫啊 也以为就是这些猪 在被杀的时候的这个惨叫的声音啊 所以他们本来也都是认为说 这个存佛 他实在是真的是非常的残忍 没有一点这种慈悲心念 所以当时呢 佛陀啊 他听到了这些弟子们 都在讲说 这个存佛又在杀猪啦 让那些猪啊 叫的这么凄惨啊 那佛陀当时呢 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说 其实呢 这个声音啊 不是存佛在杀猪啦 这些声不是存佛的态度啦 这是存佛自己自食其果 所以这个是存佛他快要死之前 他受到的恶报 所以呢 他的举止啊 已经不像人了 就像猪一样 那现在呢 他死了也堕到地狱道 那这个是佛陀呢 因为他有这个天眼 所以他看得到 就是存佛他一去世 就堕到这个地狱的恶道 所以佛陀呢 就依照存佛的这样的一个果报 而开示的说 作恶的人呢 那么他在今生跟来生啊 就会受到这个恶果 那因为他所造的这个恶业 所要呈现的恶果呢 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所以佛陀所开示的呢 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是让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因果的这种关系啦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我们能够行善行 不要做恶业啦 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们常常也会想到说 像八正道里面啊 就有一个是正业 一个是正命 因为除了八正道里面 还有要正知见 正业那能够正念 正精进正定 那还要能够正业 那再来就是正命跟正业 都是指着我们身体所做的行为 正命呢就是比较一个 比较小的范围 正业呢是比较宽的范围 正业跟正命 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行为 正命呢是主要指的是说 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 我们赖以为生 我们靠这个关系来赐我们自己 所以这就是正命的工作 正业就是我们一架 生口域三业所做的这个行为 所有的生口域三业所做的行为 都是属于所有的业也要正业 特别说我们工业 我們替人做康復 或是我們的心念所想的 這都要精念 這都是所謂的精液 比較小的範圍就是說 我們所有牲口育三葉 其中主要我們是依這個工廠 活動作為我們的職業 這就是證明 所以我們說證明了我們所做的職業 就希望也是要能夠做 有行善的這樣的一個性質的 所以有的人他是在服務業 有的人他就是上班 所做的都是增長我們的社會的正面的 這樣子就是沒有危害的行為 尤其是我們在做的其實我們的職業以外 還是我們重要的是態度上面 像有的人他一樣是在做餐飲業 像我們最近就有很多的這一些的這種不良的食品 那一樣是餐飲業 有的人他用了不好的食材 那他害的人 那這樣子也是不正命 那有的人他在做餐飲業 他很用心的 那他就是希望煮出來的給人家吃的食物 都能夠真正有利人家的身體 那吃了會健康 那這樣子他就是正命 就是一個好的這樣子的一個職業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邊談到的 就是乙醇陀他是一位屠夫 那當然我們這個社會希望說 大家能夠了解到說這個動物也是有生命 所以我們懷著能夠復生 那不忍這個眾生 因為我們的食物的需要而受苦 而失去他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也盡量說能夠吃素 然後也能夠不殺生 那當然如果這個做了這樣的職業的人 那當然他就要做一個調整 那因為在這個世間他還是有很多的工作 那我們用這樣的思考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行為 都是在不知不覺 或者是我們的習慣性而去做的 那如果我們知道說 有些行為他會讓我們受苦 那我們就能夠改 我們改 改我們過去的不知道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選擇其他的職業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行為 尤其是我們賴以為生的這種工作 我們不要造成人 或者是一切的眾生 的這種有害的行為 尤其我們看到這個動物受苦 這樣子哀嚎 我們的心應該也是很不忍 所以這樣子的一種學習 應該也是從正確的觀念來訓練 所以說我們如果了解有這個政革的道理 那我們就要輸入他來參考 最好我們就能說放棄這個不好的行業 可以去做我們沒有煩 沒有這個沒有惡的工作 我們可以幫助人 那這樣子我們的工廠來賓就一樣 結成人了 所以從法聚經的這個存佗的這個受苦的這個 這個屠夫的這個故事呢 我們是說我們這個生業 相反的就是惡業 他所造的這個惡果 就是今生的造惡也會來生也是造惡 那在這個法聚經的故事裡面 他相對的也就是另外的就是有造善的人 那他所受的是善報 那這個就是在另外一個祭頌說 今生喜悅來生也喜悅 造作善業的人今生與來世都喜悅 他們滿心喜悅的察覺到曾經做過的善業 也就是說 剛才說的存佗是很惡的 他的惡是因為他的這個工種是造成的這個都 這是他殺諸的對象的痛苦 那相反的在這裡是 是以一位佛陀當時的信徒 在社衛城的坦米 那這位坦米居士呢 他是喜歡布施 然後呢他也教導他的家裡的兒女也喜歡布施 所以他們一家人都是就是善心人士 那他們把他們家裡的食物啦 還有一些日常用品啦 那他就供養出家人 然後呢也布施給就是這個有需要的這一些的人 所以他們呢可以說是非常的慷慨 樂於布施啊 所以坦米他快要去世的時候啊 他當時呢就是因為他皈依佛嘛 所以佛呢就是知道了以後呢 坦米就請求說能夠有出家仲到他家裡為他送經 所以在他快往生的時候就出家仲在他的身邊 就送一部大念促經 也就是說怎麼樣能夠把握我們的心 專注在我們的身受心法試念處 也就是說守住我們的心念不要到處亂跑 就這個都是佛讀的時候 衣為修行禪性的這種根據的這種重要的經典 所以當時呢這些出家仲在念的時候呢 那這個坦米呢他就看到了天上就有六匹 這個很漂亮的天馬 他是從六玉天來的 一個人如果能夠修善行 他如果能夠修善行禪 他就能夠修善行禪 他就能夠修善行禪 他的善行禪就是他的心就覺得很快樂 他如果要修善行禪 他就能夠修善行禪 他就能夠修善行禪 就是玉界天的六種天 那第一個天就是四天王天 第二個天就是道立天 我們說三十三天 那第三個就是燕魔天 那第四個天呢也就是兜率天 那第五個天就是自在天 那第六個是化他自在天 那這個天的差別 他的層次不一樣就是他的壽命不一樣 還有他的快樂 他也享用的這個資源更加的豐富 所以當時呢 這個這位譚明老居士 他要快要往生之前 他就看到六匹這個六玉天的這個馬 那當時呢就是譚明他就知道說 這個六匹馬是要來接他的 他就說等一下 結果他說等一下的時候呢 這位出家眾 他們本來在為譚明誦經 結果他們以為譚明要他們等一下 所以他們就停了下來 他就停了下來 結果呢這個譚明他就告訴他的兒女 他就想說那這樣子這些出家眾停了下來 那他就要選擇一匹這個六匹馬裡面的其中一匹 所以他就告訴他的兒女說 這個六匹馬來要接他 那他呢就準備要接受這個兜率天的這個天馬 所以當時呢 他可以說非常有福氣的啦 他就坐上了這個兜率天的天馬 他就往生到這個兜率天去了 那他可以說當時呢他是非常的歡喜 然後呢非常的這種安定的這樣的狀態 所以他得到了今生跟來世的這種喜悅 那我們本來在學佛的過程 那我們都會希望說我們能夠往生佛國土 往生西方極樂四季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我們平常都要能夠專注的念阿彌陀佛 那我們習慣的念阿彌陀佛 我們的心也要能夠專注 我們的心可以說專心一意念阿彌陀佛 我們往生的時候阿彌陀佛就來接應了 這是依照阿彌陀佛的這個願力啊 那如果我們不知道有這樣的修行法門啊 那他就是依照我們普通時有什麼神行 那我們就會得到這種善報 所以因為從彈米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啊 他也算是就是善了 他可以說他往生的時候 可以有這個六玉天的這個六匹馬 他就在他的這個眼前線前了 這表示說他的神行呢 真是為了得到這個善報啦 那我希望我們能夠多培養有這種善念善行 那能夠讓我們呢就是得到的是現世是很喜悅 也就是說從我們所修的這種善行 我們的心也是愉快的 因為我們能夠幫助別人 那能夠這一世也有喜悅 那下一世也還是有喜悅 也就是得到的這個善報啦 那這樣生生世世呢就變成是 一個習慣都是喜歡能夠結善人 能夠行善行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法劇經的故事裡面啊 就是在凸顯說我們也能夠得到這個人生的幸福 幸福圓滿 那這個是跟前面的屠夫呢正好做一個對照 一個是惡業 那有悲傷 那一個是善行就得到喜悅 所以我們也要能夠得到善行 所以這個譚米的故事跟前面的蠢陀的故事呢 正好是一個對照 一個是善行就得到喜悅 那惡行呢就得到悲傷的這樣的一個苦果 所以我們都希望我們也能夠行善行 都能夠得到喜悅 都能夠得到喜悅 那我們來將我們學習的功德來做回向 願消三丈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薩道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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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期3月24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半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现场备有消灾超见牌位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瞻法义共赴佛恩 亲民孝亲报恩 佛教慈悲至业 高雄分会举办 祭祖超见普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组法 日期4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尔路472号7楼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赴佛恩 法会设有各项功德主项目 欢迎提前来电登记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或 07-282-0278 07-282-0278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FB 佛教中山书方 目见连尊者 大慈大笑 神通第一 目见连尊者在佛陀的弟子中神通第一 时常献大神通力 酷法降魔 度化外道众生 但神通不抵业力 尊者母亲造业在地狱受苦 信得佛陀开祷 以共生功德拔剑其母 尊者感恩佛陀 并实践于兰盆孝亲报恩法会 以报父母神恩 一心鼎礼尊者目见人 祈愿大众见舍力生欢喜心 并学习尊者行大笑于轻 以大悲度众 护法护教 以方便智慧之力 传播菩提种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